接下来影片的剪辑 画面就用一下 接下来 接下来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准备要把 我们这边的影片放进来了 影片 那影片稍微注意一下 假设我要做第一段的 第一段 比如说漫步好了 我先把漫步放进来 那可能你这个时候 稍微放大一点会比较好 放大一点会比较好 怎么讲呢 那个显示比例的调整 越往右 这个看到内容是越小的 好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往左 往左来去调整 然后接下来呢 请注意 这部影片会不会有声音 会 这部 这一部影片是会有声音的 怎么样去把这个声音 拿掉 我要放的是这个 不然它到时候 这边是不是会有 影片的声音 以及什么音乐的声音 是会叠在一起 如果是你想要的 那个人声是OK的 可是有时候是我们 拍片时的一个嬉笑声 怎么拿掉呢 注意哦 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直接点它 online 对不起 onlink 这是连接 把这个本来连接在一起的声音 直接拿掉 注意哦 滑鼠右键 onlink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音乐 这个音乐就可以直接拿掉了 好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音乐就可以delete掉 再把它接回来 可以吗 这点稍微请注意一下哦 刚刚其实我们音乐应该 等一下 刚刚你的音乐最好是放在 例如说audio 2 好 我再把这个慢步二搬进来 然后接下来滑鼠右键点它 然后去做onlink 然后接下来请把这个音乐删掉 这样的话就只有背景音乐 好 现在播给你们看 就不会有这个 好 这是你们要会的 就是说 怎么样把这个音乐声音拿掉 它要不过